生擒少城主 霸占陈芊芊 那就把她 砍了 砍了 不是 你 你不要了啊 生擒少城主 霸占陈芊芊 生擒少城主 霸占陈芊芊 生擒少城主 霸占陈芊芊 这个怎么办啊 三公主 你快逃啊 小人会掩护您的 快走 小人会掩护您的 我上 我上 三公主 快逃 三公主 闭嘴了你啊 三公主 三公主 你快跑 三公主 驾 驾 你没事吧 快去吧 楚楚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布骨 你先不要管我 你好不容易跟楚楚 在陷阱里处了夜 你赶快去帮他 你怎么知道我们困在陷阱 快说你有没有事啊 责任 你现在心间躲起来 是 快说 你疼不疼啊 快说 走 启禀少生主 此人乃威猛山山匪首领孟过 威猛山位于花园玄虎 两城交界之处 是往来商队的必经之路 孟过占据此山拦路抢劫 过往商队苦不堪言 现意将其其获 如何处置 还说赶紧求情收下他吧 原剧本里梦过 可是你麾下议员猛将 既然抓住了 就将他杀了 母亲派我们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解决此事 怎么说着就要杀呢 多吓人啊 那一少城主 该如何处置 我 我 少骏呢 少骏呢 少骏 答不答算要这个人 也好 那就留着此人 留在 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 可惜我功半垂成 要不然就将他押 到我山上做押债夫人 甭留快 把老子横幅拿来 横幅呢 什么横幅 横幅呢 不清楚啊 生擒绍成土 霸占陈谦谦 那就把他 卡了 卡了 卡 不是 你 你不要了 为女生人马 哭了吗 不要的呀 此人对你包藏祸心 你 你不要 我要 孟国居心叵测 占山为斐 迫害百姓不说 还想把你押回去 当押债夫人 你简直吃虚了 我有一个灵感 孟国这个名字啊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典故 你们有听说过 谁啊 你们 你们有听说过 那个诸国孔明吗 此为何人 一个军师 要把他请来吗 不用了 有我在就好 把他放了吧 没啥 我要放你 你还问我为啥 等着被砍呢 要杀便杀 我今日就是带了 一小队人马 前来刺探军情 看你军营 空虚 我才来突袭 可惜 你砍了我也行 我威猛山兄弟 一定会报仇 你们听到了吗 今日如果把孟国给杀了 那威猛山无首 日后必有大患 更加难治理 想必以韩绍军 跟二姐的实力 擒拿威猛山山匪 再简单不过了 但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他们 改掉这种 侵犯他人 私人财产的行为 说服他们 唯我所用 放了吧 浅浅没事就行了 快点 别别别别 我同学回头 哪儿 好好好 三位此举可有把握 有 七情梦过嘛 七抓七放 必定心悦成风 我 对不起啊 让你分心了 这件事怪我 没能早点赶回来 你刚刚 想替我挡刀 我全看在眼里 你没事啊 以后无论如何 都不许再这样了 还有些事 要弄个清楚明白 昨夜我和韩绍军 彻夜未归 到底是谁暴露营 帝引来梦过的 老师 主州 把苏子音给我带上来 我要重重罚他 不是 人家